还有一点辣 土豆沙 土豆沙 我们的国家也是土豆沙 这次带来的是重庆的火锅 重庆这个地方比较湿热 然后对于重庆来说 它就移不开火锅这个东西 很多人去老挝 去泰国的话 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 就知道 就是搞跑 对 建克塞的历史 八十九十年了吧 外国人跑到我们国家 去那边的话 必须要成功 这是那个豆角 这应该特色的美食味道 经常发生辣椒 每个人都得有辣椒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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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小时候我都说过 这是一个好地方 我吃的 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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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人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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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互相交流与有更多的口 roof、越野úsica 有等時的放牧有多成的Ich籠 那是你们最はstill的解放 彼人民像是兰 mar家 在这边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